台风杜苏瑞残余环流刚结束 热带风暴卡努又接踵北上 虽然强度有所减弱 但卡努的残余环流北上依然是斜风淡雨 覆盖区域与黑龙江吉林两省前期发生暴雨 洪涝灾害的地区高度重叠 为洪水浸泡的水道施救 保证粮库排水顺畅 我们在建库的时候地势就比较高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24小时值班 训绩要来我们就提前做好准备 新闻1加1今晚关注 杜苏瑞加卡努 东北如何应对 大家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加1 5号台风杜苏瑞刚走 6号卡努又要来了 而且昨天东北的部分地区 就已经迎来了一轮强降雨 关键的问题是这一轮降雨的地区 和刚刚上一轮降雨受灾 还没有缓过来的区域是高度的重叠 首先我们来看几张照片 第一张是今天凌晨1点钟 黑龙江省东宁市的老黑山村 这是因为东宁老黑山村这个地方 由于卡努带来的降雨 是今天凌晨的1点到3点的时候下的 所以我们看凌晨1点的时候 这个积水就已经到达 基本上是膝盖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当地的驻守在村里的民副警 还有联合镇村的干部就立刻开始入户转移村民 可以想象雨势一定是不小 第二张照片是辽宁丹东 因为据说卡努有可能会在丹东登陆 所以昨天的时候当地的相关部门 组织海上的作业人员 包括2426艘的渔船 已经回港避风 停止了所有的海上的渔业的生产 包括短途的客船运输 可以说是严阵以待 那第三张也是昨天 吉林舒兰市平安镇的防身村 舒兰在上一轮的这个雨灾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非常熟悉这个名字了 受塞非常的严重 但是因为卡努的影响 所以从9号开始 他们不得不开始了第二次的人员的转移 那么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即将到来的还没有登陆的这个卡努 它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它已经开始给东北的部分地区 带来的这个雨势 它的强度会有多强呢 在短时间内有两场台风 而且这个受灾的区域 高度重叠的状况之下 东北的部分区域 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今天我们的节目共同来关注 眼下东北地区正在紧张应对 新一轮热带风暴卡努 带来的降雨影响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的信息显示 卡努可能于今天夜间在辽东半岛登陆 从渔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卡努的云系已经是非常的松散了 在它的中心以及北侧 有庞大的云系所覆盖 而降雨和对流也基本上产生在这个区域 所以即便卡努还没有移入到东北地区 它的外围云系从昨天开始已经对东北产生影响了 为应对卡努 辽宁已经在进行紧急应对准备 辽宁省丹东市要求各级各类学校 立即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 当地相关部门组织海上作业人员 和2426艘渔船回港避风 停止海上一切渔业生产及短途的客船运输 辽宁海事部门也在昨天启动了 防御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 通过北斗平台 24号市直边日水 及时掌握各美洲渔船的动态监管 及时发现渔船是否有出发现象 渔业部门组成了专门的渡导组 渗入了四大港并区 以四大港并区的四大希望在 为依托联合市委市都 渡船进行渡船 除了辽宁更值得注意的是 塔努未来的降雨影响区域 与黑龙江吉林两省 前期发生暴雨洪涝灾害的地区 高度重叠 为此黑龙江省昨天再次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 今天凌晨一点多 黑龙江省东宁市已经出现强降雨 老黑山村村内的河水 迅速上涨 当前我是正处于抗击台风卡弩的关键时期 是消防救援大队 矿山救护队 人武部民兵 隋阳联业局等2687人 沿阵以待 抗击台风卡弩 确保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我是对66个村 2901户 5640人完成了全部安置转移 在前一轮降雨中受灾较重的黑龙江省上志市 在8月9号再次发布了做好迎战台风卡弩工作的通知 其中提到上志市10号至12号 部分区域降雨量预计达到50至70毫米 阵风6至7级 加持台风杜苏瑞对防汛能力造成的巨大消耗 上志市防汛抗灾工作 将迎来两期台风叠加带来的新的更大挑战 此前受灾严重的吉林省舒兰市 这次也在塔弩的降雨影响范围内 舒兰市平安镇防身村的朱家屯 小耕屯地势低洼 8月3号的那场强降雨 两个村屯全部过水 为了预防塔弩带来的二次灾害 从8月9号开始 当地村干部再次组织村民转移 中田转移的两个村屯中 还有不少养殖大户 为了让大家安心转移 村干部组织村民将猪牛等牲畜转移到高处 安排专人四位看护 一些村民也告诉我说 他们已经是第二次被转移到这里安置了 上一次是在8月3号前后 是因为5号台风杜苏瑞所带来的 长降雨的影响 上一次洪水推出之后 他们回去安顿了一下 家里的饲养的这些家庭家畜之后 又因为卡弩台风将至被转移出来 但是也有一些细心的村民 也观察到了变化 他们说这次转移比上一次 要更好动员一些 统计数据显示 吉林省舒兰市从8月9号开始 组织20个乡镇街道紧急转移 截至10号中午12点 已转移安置23147人 现在吉林的东北部 以及黑龙江的东部都已经下了大道暴雨 估计在今天的夜间的时候 降雨带会移入辽宁的境内 虽然卡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登陆 但是专家表示说 它恰恰是在没有登陆的这个时候 外围的云系所带来的这个降雨 反而有可能的影响是最大的 为什么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 中央切抢台的首期预报员 马学款 马先生您好 首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对于卡弩的了解到的 最新的情况 它的登陆的有可能的时间地点 包括强度是怎么样的 以及为什么它现在还没登陆 但是雨却已经到了 6号台风卡弩 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 它的中心处在黄海的北部 距离丹东以南 大概8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现在8点钟的强度是热带风暴的级别 它的云系结构目前已经比较松散 未来它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有可能在半夜前后 在辽东半岛的庄河到东港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时候的强度是热带低压的 这么一个强度 实际上在台风在登陆以前 它的台风稻草和外围云气 已经对东北的东部造成了 比较明显的降水 也就是说它目前是在一个减弱的态势当中 能这么理解吗 是这样的 强度正在减弱 就是从台风到热带风暴 接下来是登陆的时候已经 还是热带风暴吗 登陆的时候是一个热带低压的这么一个强度 好的 但是台风所带来的雨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已经开始下的这一场雨 实际上从昨天开始在东北地区东部 特别是在吉林的东北部和黑龙江的东南部 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最大的累积降水量已经超过了160毫米 卡努的强度虽然在不断地减弱 但是它携带着大量的水汽 它的残余环领会继续北上 并且和北方的冷空气有一个结合和相互的作用 会在12到13号给东北地区带来一次 比较强的降水过程 那么在辽宁的中东部和西南部 吉林的中部和黑龙江的中西部 这些地方会出现一些大雨或者是暴雨 局地会有大暴雨 那么吉林和黑龙江最大的降水量 是100到150毫米左右 需要关注就是在辽宁的中东部地区 降水可能会更强一些 局地会有超过200毫米左右的这种降水量 因为吉林和黑龙江出现强降水的位置 和前期的强降水是有明显的重叠 那么可能会对目前松寮流域的一些防汛 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那除了东北地区之外 我们看到今天京津冀地区也迎来了一轮强降雨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区的雨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是这个降雨的区域会跟上一轮有重叠的地方吗 目前在保定到石家庄这一带 正在有对流在发展比较旺盛 而且雨是比较强 那么在过去的一两个小时 保定到石家庄这一带地区 已经出现了最大小时降水 达到90毫米以上的这样的短时强降水 预计这个降水系统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上午 会继续向偏东方向移动 先后影响廊房 苍州 天津到唐山这一带 当然也包括北京的大京和通州 这些地方可能都会出现大大暴雨 和部分地区的大暴雨 当然大暴雨是指日雨量 在100毫米以上的这种量级了 那么从累积量来讲 是会达到100到180毫米 同时降水比较强的地方 还可能伴随着这个局地的雷暴大风 大概7到9局的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 这一带出现的强降水 跟上一次海河流域强降的过程 很多地方是重叠的 特别是海河流域目前还正在行洪 和已经启用的这些虚择洪区 跟这一次过程的强降水落区是重叠的 所以这种强的降水 它必然会导致一些地方的内涝 和一些中小河流随微的上涨 也会对海河流域的行洪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现在给我们的感受是这一次的台风 好像不是单打独斗 它是抱团来作战 你看5号的杜苏瑞 然后接下来6号的卡努 7号的兰恩也在三天前形成了 那新的这个7号的这个台风 有可能会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影响吗 目前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号台风当然目前的强度还是比较强的 是超强台风的级别 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 在中心大概是在日本的小类园群岛附近 离日本本岛大概还有接近900公里这么一个距离 未来它会向西北方向移动 可能会在15号前后 以强台风的级别在日本西部沿海登陆 登陆以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还会进一步的减弱 从它的移动路径来看 应该说7号台风对我们国家没有直接的影响 那不管怎么说 现在毕竟我们还在一个7下8上的主训期内 您对于各行各业 包括未来的这个防范台风和暴雨 有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您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7下8上是我国东北和华北的语迹 当然对于东北华北来讲 这种强健的过程还是比较频繁的 那么除了需要关注东北华北地区以外 实际上这个季节也是华南的后训期 热带系统的活动会比较频繁 预计的未来两天在广东 广西的南部和海南岛 这一带特别沿海地区还有一些强的降水 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 那么除此之外在云南的中西部 还有四川平地的南部 也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大暴雨 个别点也会出现大暴雨 所以对于这些地方来讲 也需要防范由于强降水 有可能引起的一些测试灾害 好的 谢谢马先生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介绍 当然了 新的一轮降雨 一定会带来新的受影响的地区 但是最让我们揪心的是 受灾地区会不会在一轮又一轮的降雨当中 会有高度重叠的情况 那面对眼下的这一轮的降雨 东北地区的各行各野又在如何应对呢 作为粮食主产区 七下八上的北大仓 因为雨情而让人牵挂 当前正是秋凉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黑龙江省武昌市安家镇东升村 省植检植保站的工作人员 来到被洪水淹过的稻田里 虽然水已经退下去了 但是水到叶上都留下了干的泥土 水到生长受到了影响 这个叶片这个泥土啊 对光作用有一定影响 但是好像上面那几个叶还挺好 对 它上面那几个功能叶啊 现在还是相当不错 对 因为那个水到啊 产量形成最重要的 还是上面那三四个叶 在武昌市长补乡 因为水位不高 没有淹没整个水到 现在水退之后 水到涨势没有受到影响 武昌市水到具体的受损情况 还在摸牌统计中 是否还会受到塔弩带来的影响 目前也还未知 除了水到 储备在国有粮库里的粮食 也需要在汛期避免损失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周家粮库 汛期来临前 库区内排水系统就已经进行过维护 进入八月 粮库还增加了库内巡查频率 并准备了近千立方米的砂石 卡弩带来的降雨叠加影响 除了农业 城市生产生活等方面之外 还有洪水的副涨 根据黑龙江省水利厅发布的信息 卡弩将主要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 乌苏里江随分河流域 今天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 发布松花江干流哈尔滨段洪水预报 受大顶子山航电枢纽调控影响 哈尔滨站水位有较大波动 预计13号将会出现新的洪峰 那今天的这个水位呢 我们看到上方 这个哈尔滨水站上方的这个滚动屏上 显示的是到今天上午7点 它的这个水位是117.33米 这个流速呢是每秒超过了6000立方米 那么和昨天相比起来啊 一夜之间这个水位涨了22公分 现在因为松花江哈尔滨段 咱们的洪峰还没有到达 所以我们要根据水情随时加密测试 我们的水位要加密 流量要加测 流量在原来平水期的时候 一般是3到5点10测一次 但现在呢后来就逐渐加测 达到现在我们是一天两测 对上午和下午 如果随着水情变化要增加 我们可能就随时还要增加 这个市场的品质 降雨当然会影响到农业的生产 也会给城市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影响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要防范 重大的灾情 包括洪水的风险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 黑龙江省防汛抗汉指挥部的 办公室主任焦立学焦主任 焦主任您从目前的黑龙江的 这个语情来看 您觉得跟上一轮的杜苏瑞相比的话 这一次卡弩的情况 会不会好一点 它的这个强度目前是怎么样的 这次卡弩 它的无论是从这个范围 降雨强度 累积降雨量和危害程度 都要比杜苏瑞要小得多 那么目前这一轮的降雨 因为我们看到说有一些降雨的区域 跟上一轮的区域是高度重叠的 那么关于这个高度重叠的区域 有没有特别的一些防范措施 这些地方到底在哪儿 面积有多大 我们需要二次转移的人口 的这个工作量大不大 那么这次这个卡弩影响 主要是我们省的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从昨天晚上八点 那么降雨开始影响我们省的牡丹江 基西 七台河 双崖山地区 那么从今天开始雨区开始北台 主要影响我们哈尔滨 齐齐哈尔 加姆斯 鹤岗等地 这个接下来呀 这个降雨可能就集中在这个 齐齐哈尔 黑河 鹤岗 隋化这一带 那么最大的降雨量啊 也就在60毫米左右 局部可能达到这个110毫米 那从指挥部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那这一次的降雨跟上一次的受灾地区 有高度的重叠 那从你们工作上来说 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呢 这个这次降雨啊 这个重叠区域主要是牡丹江地区 特别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啊 这个降雨影响到我们这个东宁 牡丹江是东宁市 东宁市 这个最大的累积最大降雨量啊 接近200毫米 那么由于这个地区啊 前期受这个杜素锐的影响啊 土壤啊已经超饱和 江河这个滴水也很高 所以啊 这一次降雨啊 给这一地区带来了这个极大的危害 特别是这个东宁市的隋分河 出现了这个大洪水 这个现在洪水正在向下游这个演进 那么我们预测呀 到这个东宁城区段 可能要超超保1.05米 那么洪水量机啊 要达到这个35年一遇 嗯 就是这样 嗯 那么就是综合上一轮 刚刚过去的这个杜素锐的 这个强降雨带来的这种经验 或者是教训也好 我们这一轮在应对卡努的时候 在哪些方面着重强化了 这个防范和应对的措施呢 那么主要啊 我们做了这么几方面 准备一个是思想认识上的准备 应该说呀 与南方相比 我们黑龙江省啊 防御台风的经验还不足 是吧 特别是我们有些干部群众啊 对台风的危害性 这个认识还不到位 这个还存在侥幸心里 所以啊 这个上次啊 这个杜素锐啊 对我们省啊 给我们省这个南部地区啊 带来了这个较强的降雨 导致我们 极限思维 这个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宁可信其大 不可信其小 宁可信其重 不可信其轻 那么就是宁可 宁可 好的 但是毕竟它也可能 会带来洪水的风险 那么对于这个风 这个风险地区的 这些人员的转移 怎么能做到 提前有效的转移 尤其是一些 偏远地方的人员 那您认为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现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这次啊 我们就是做了一些 这个预防性的转移 我们组织这个气象啊 水文啊 应急啊 等部门啊 每三小时进行一次会商 那么我们研判了 这个高风险区域 对于高风险区域 可能因为山洪 地质灾害 导致淫源伤亡的 这种情况发生的 我们就及时地 都处各地啊 把淫源转移出去 好的 谢谢焦主任 为我们介绍前方的情况 您也辛苦了 现在的状况呢 真的是可以用 风风雨雨来形容 无论什么样的地区 在当前的这个讯息当中 我们必须来提高警惕 要做到预警到位 转移到位 应对到位 风雨同舟 让我们共同来期待 雨过天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